记者肖于新台北报道,山副旅行社国旅团今天下午在清静农场竟发生游览车撞数意外,山副旅行社发言人李清良表示,该团是台南大同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团体自由行形成,旅行社仅安排订饭店跟游览车领队也是长老教会成员之一。 目前旅行社已成立应变小组,由台中及台南分公司同仁协助后续理赔事宜。 李清良说,该团今天上午在福寿山农场,原预计要到普里酒厂,没想到却在路上发生意外,其中伤重不治的领队是长老教会成员之一。 李清良说,游览车是与高雄都督车业者合作的车辆,于2014年制造的车辆是新车,且考量到清静农场,路程都为山路,行前也特别安排有经验的司机,没想到仍发生憾事。 至于车上乘客是否有系安全带,仍需进一步确认。 李清良说,该团已投包法定的200万旅游平安县公司内部并成立应变小组赶往现场提供医疗救援并协助家属处理相关事宜。